萱姆 título titled Halayashi 同呀 我的字幕在 他都有 dogan 由 是 首先我会 继续地先念诵 聊一句当中的内容 儒 我回 Back to you 到盲 养 discrete 在房子上面 以邻激烈得很大 不容易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边观想一边用手擦拭慢打牌 三次同时念诵 Om Banza以及 Om Soba Vashita的咒语来迪近 观想从空性之中 曼达化为珍宝所建成的完美无瑕月亮宫殿 在宫殿坛成的中央 观想如同皈依时的五部皈依境 不需要观想湖水和如意宝树 将护法慎重观想在皈依境之间的空间中 从这一切慎重三处的三种子字 放射出光芒照射至智慧尊本来的居处 并引寝无量的智慧尊降临 想着智慧尊降临 与曼达中的慎重二者合一无别 然后将曼达盘放在前方铺着电台的高台 若条件允许可以在曼达盘的周围放上五供养 若没有修持曼达 或者是平日经常修持现曼达的人 可以观想要供养的对象 在自己的前方虚空中就可以了 左手拿着现供曼达 右手拿着花瓣并且握拳 在念诵着百字明咒的同时 右手以顺时针方向擦拭曼达盘三圈 并观想能所二指 所包含的自他一切友情众生 与外在气势间的疾病 魔障 罪业 污秽 都禁除得干干净净了 为了表示新的本质无染无垢 曼达盘也不能有丝毫污点成垢 所以要好好的擦拭曼达盘 由于曼达代表着极重要的缘起 在材质上要以能力所极的最佳材质去铸造 在修持时要尽量保持干净 清洁不要乱七八糟 但是他们会立刻实际上 他们说这种状况应该到了 他的老人就禁止了 他们说之后不能随着 他们说出去 我现在把烧伊犯上来救了 这就知道 火车由虚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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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由虚指出 要不想去 大家有多久 我們會說 謝謝 在這個文章接著呢 會談到的是正行 謝曼達的觀想部分 那個留在之後再講 那麼就像在今天早上呢 有跟大家提到什麼叫做謝曼達 還有謝曼達他的目的 他的意義是什麼 他今天 他找到 所以第一個在了解曼達他的意義 他的目的是什麼 第二個就接著要談到 就是曼達他的材質是什麼 當時曼達的意義 他的意思是 所以我们的东西也认为 我们的东西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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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达的材质 有分为上、中、下 三种等级的 最上等的材质 是以金、银 或者各种珍宝所制成的 中等的曼达就是 以铜的材质 再来下等的曼达是以木材或石材 现在,在这些中间的 是用的材质质 用的材质质 用的材质质质 用的材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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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材质质质 用的材质质 但是,还有很多 曼达的仪轨 是由印度的祖师 所做的 那在这些仪轨当中 你会看到他们说的曼达的材质 多是用这些 陶土 就是土 来做这个曼达盘 还有像过去的 宗喀巴大师 他当时在卫藏地区 做仙曼达的这样修持的时候 很长一段时间 他在那里做仙贡曼达 他用的这个曼达盘呢 是一个四方形的石头做的曼达盘 是 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 很多人心裡能真的感到 沒有非常有良性的 因為我們膽子已經限制了 很多組織は 所以從剛剛像宗喀巴大師等等過去印度祖師會提到他們是用石頭或這些陶土喔 所以可以看到說這裡還是為什麼會提到上中下三種材質 我在想它應該是特別針對那一些其實有財力但是卻很吝嗇的那些人 所以告訴他們說你有財力就要用比較好的材質 所以不一定一定要那種材質的 接下來第三個談到的是曼達潘它的形狀跟顏色 那它的形狀是沒有一定的 譬如說有四方形的曼達潘也有圓形的 有半圓形的也有三角形的也有三角形的 所以配合了我們說習增懷珠四種事業的時候分別代表習的它是圓形的 代表增廣的是方形的 代表懷設的是半圓形的 代表懷設的是半圓形的 代表珠設法的是三角形的 代表懷設的 顏色上來說呢 白色、黃色、紅色、綠色或藍色這都是可以的 接著第四個是談到曼達它的大小 當曼達潘的形狀就能夠的 在許多印度的這些泛文典籍當中呢 在許多的印度的這些泛文典籍當中呢 所談到的是最小的曼達潘 它的大小呢 是一個手軸的這樣的一個大小 然後再來隨著自己的能力可以越來越大 大一年啊 Lama Kongmii Chaklianliya Chaklianliya Mengjel Nyujyewan K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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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按照過去祖師的修持的傳統上來說 有時候為了弟子的一些原因和其他的一些原因呢 那有分為上、中、下、三種包括大、中、小、三種這樣的不同的大小的曼達潘 K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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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谈到最大的话是没有上限的 就是没有提到说最大是多大 但是有提到最小的一样 也是一个手轴的大小 大小的每人都在这一样 他可以摊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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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他的直径呢 是要多长呢 是要16个手指头的这样的大小 中等的慢打盘的话 直径是要16个手指头 再来最小的那个的话 是要12个手指的直径的大小 再来就有提到说不要再比那个更小了 那在聊一句我们这个教本当中呢 他谈到的是说如果曼达的材质比较好的话 那么他小一点没有关系 但如果他的材质是比较不好的话 那就需要大一点 而他的材质是不通质特径的就要有 所以這是我們在供養之前需要對曼達盤的一些知識要有了解的部分 那接下來為了要如法的正確的做這個現供曼達 這部分又有分為前行跟正行兩個部分 在這方面還有,我們需要對曼達盤的衛生物 和共同期盤的使用hey 在前行的部分的话主要有两个部分要准备 一个就是要准备擦拭曼达的这些材质 第二个是要准备贡品 在印度的这些典籍里面来讲呢要用这个牛的茎 这样牛的一个部位然后放在泡在水里 这个水呢接着用它来擦拭曼达盘 包括它的外面还有里面 我们在这边有一个人的服务 我们尝试这些人说 我们尝试这些人说 如果我们尝试这些人说 但是她的生命都在冥土中 在冥土中,我们把这些人出现 然后我们把这个人开放 我们把这些人开放 那么我们把这些人开放 我们把这些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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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免得这个 没有来到这种初衔的样子 所以这是指第一个部分 要用这样的牛精的泡了水之后 先擦拭整个曼达盘 接着呢在后面提到说 在念诵奥班达阿弥达的这一段咒语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要用这个甘露丸 我们说有这种甘露丸 你用它来擦拭这个曼达盘 但是在这个甘露丸的消费的 甘露丸有点有点弄的 在这个甘露丸地下来 比较大利亚的状态 这就是甘露丸地下来 在这种甘露丸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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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甘露丸地下来 就是这年的祝福 这是一个名义的 但是最后一步说 我认为负福 我们的舅舅 有点创业 其实对我们的舅舅 以后我们的舅舅 做舅舅找世界的舅舅 所以我们的舅舅 再接着谈到 《前行》当中的共评的部分 在教本当中也有提到 举例来说用金银或者是各种药材 各种的穀物或者各种的食材等等 任何其中一种都是可以的 那在过去来讲最主要会用的是这种穀物 穀物来做供养 但现在来讲比较多是用 清科 过去是用那种穀物 就是清科来做供养 但现在比较多是用米 因为以前的话米在藏地是比较难得 所以都是用清科这个穀物来供养 但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米了 那过去用这样的清科做供养的话呢 要先把外面的那一层硬的壳要把它去掉 接着要将它泡在藏红花或者香的水中去洗净它 当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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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他们在那一段时间 我们在那一段时间 就要讓自己出自於資源 也就行 這就是靈火 特別是自然而是 那個人 在旁邊就在我國中 都要回到我國上 就要回到她 對於她就可以了 她自然 這個成績 在双方的中国人也在祖宗 留住宗的寻宗 在祖宗 教宗 寻宗 在祖宗 寻宗 寻宗 我寻宗 寻宗 寻宗 在祖宗 寻宗 在祖宗 寻宗 在祖宗 在祖宗 寻宗 在祖宗 在祖宗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能会问说 为什么要用刚刚谈到所谓牛镜的这样的东西 它意思是指说从牛身上出来的有五种的东西 那来擦拭这个曼达盘 再来也可能会问到说 那为什么接着这个贡品还要用藏红花的水 干露水去浸泡它去洗净它呢 首先第一个从所谓的印度来讲 从牛所出的这五种物品呢 它代表有在密称里面来说 有一种洗净跟清净的意思在 同时它也有一种保护的作用在的 所以我们会先用这样的水 然后来擦拭这个曼达盘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呢我们接着会对贡品呢 会浸泡在藏红花的水还有干露水当中 那最主要这也象征的是 我们的心绪当中也能够保有的这样湿润的 而且不分离的慈悲心还有菩提心 它有这样子一层的象征意义实在的 然后接着后面有念到阿弥陀等等这样子的五个 它代表的是五种智慧的本质 所以我们要发干露丸 干露丸 干露丸 就是干露丸 干露丸 就是干露丸里面有五个干露 所以这个代表 后面有干露丸 那它代表了五种智慧在里面 我们要用干露丸 对不起 刚刚说用干露丸 用干露丸 那个代表是五制的本质 接着呢 我们谈到说 供养的对劲是谁 还记得吗 对不起 刚刚说用干露丸 还记得吗 有要擦拭那个曼达盘的部分 用干露丸 那个代表是五制的本质 接着呢 我们谈到说 供养的对劲是谁 我们要向谁做供养呢 在这里我们献贡曼达的对象来讲 主要有两种 那两个对象 第一个是对整体这个三宝 做献贡 第二个是特别的对上师做献贡 大致是这两种 大致是这两种 这样做献贡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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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的东西 与 这些东西 都没有做好 但是 这些东西 都没有做好 所以在做加行,也叫做前行的修持的時候, 我們現曼達的對象主要的就是整體的三寶, 我們會觀想,就像內文中有提到, 我們會觀想說這樣的佛、法、森等等有五寶, 五個尊貴的五寶會在我們的前方虛空中出現, 然後我們向他們來做供養。 對,然後我們也會觀看。 而我會觀看。 授法探知上的 ram勤 然后我专门 掌握一将授法探知上的授法 变好的管理 叫 Article 1 包括最適合 Edward 这两个无论就是那个智 Berryella 是用截吃的 后 Inter silly 這個卖音证 高众 chegar just like something 跟卖白材杰的义 处理以后 골真是对中国 hepatçon 另外一群的义在下 就是环境流量知道 étant啊 psychologist是 boom中 那这样子气 Generation 三个卖actic来就是 因此以为我们有一个人生、我们的祝福上的生意 我们是在いる荡、人生 和充满的荡来的律师 不过在此为止,他们经常有医学的医学 bateers不过在家墙建 desires不过 在所谓的荡邦的荡去与荡人生 我们自己有所谓的荡认仍是在 为何能有医学的荡、共产地遭遇 在这里有一种说法,尤其因为对于凡夫来讲,如果我们供养整体诸佛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得到的。 那么在这里有一种说法,尤其因为对于凡夫来讲, 如果我们供养整体诸佛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得到的。 因为凡夫来讲,还没有真正正知道万法的本质或者说法性,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说佛与佛它的本质从法界上来讲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说供养整体诸佛,就得到所有供养整体诸佛的功德。 所以因此有一种说法,对于凡夫来说,当我们供养上师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供养上师,而得到等于供养诸佛的一个功德。 所以这是为什么供养上师很重要,而且在这么多供养的不同的方法当中, 我们说最殊胜的方法就是限贡曼达。 所以一种说法说,对于凡夫而言,刚开始你要尽量的多向上师做限贡曼达, 这是非常重要的。 文 reveamblern, 这是宣语去区每天当ッ天在此各种沙的 confident辛远王。 这可以把qolu的 grew改 Had Begey, 是以为随陲地产生无论的产生。 那我们早期遇到将其译改运 kam, 他们盾 dau近丁帼于分带户, 自己还有, 就在译区内无论的作用、 但是刚刚大家这样听完可能会有一个误解 会觉得哦那这样是不是供养佛菩萨就没有什么功德 那供养上师才有功德呢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误解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些解释哦 接下来 我们第二做法呢应该是要来现工曼达记这个数字的部分了 那么但是在开始之前我想花几分钟讲解一下 我主要想要简短解释一下 就是刚刚上一段有提到说供养上师的话会有很大的福德这个部分 其实对于世间反复而言哦 很自然我们都有这种分别之心 所以由于我们的分别人 我们的分别心是这么的可以说这么的强哦 所以当我们说佛陀是谁的时候 就是那个身体是黄色的头上有顶记的 然后它跟圣乐金刚是不同 为什么因为圣乐金刚它是蓝色的 同样金刚亥姆又不一样 因为金刚亥姆是那个红色的那一尊 我们会分别的这样很清楚 我们会分别的 tavalla 也有这样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能明确到一个地方 而我们会分别什么 人都能确定 中国的钱 我们就要一个比较 很容易 我们会分别人 在水平人在水平上有些水平也在水平上有電液 所以你不要管它 你不懂事 有一點令我消失 你不懂事 要賣點 你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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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懂事 你不懂事 你不懂事 所以我們也聽到說 凡夫的分別心是這麼的強烈 所以當我們一聽到剛剛那句話說 供養上師的福德是更大的 也就是說我們聽到說 比起供養其他那些諸佛菩薩 供養上師的福德是更大的 當我們一聽到這樣一句話的時候 很自然我們心中想到的就是 那那些剛剛說金黃色的 有頂級的佛陀 他們就不怎麼樣 供養他們福德不大 同樣聖樂金剛藍色的 那個也先放一邊 金剛漢魔紅色的 這個都不如供養有一個所謂的上師 所以我們的心中就覺得上師跟他們是不同的 那對於我們覺得的上師又是什麼樣呢 每個人又不同了 有的人覺得上師的樣子是 自己的上師是胖胖的或者瘦瘦的 有的是很好看的 有的又是可能樣子又不怎麼樣 總之各種各樣的 你都會覺得他是這個上師的樣子 讓你觀賞在你的頭頂上 向他做供養 對於我們來說 有什麼事 所以有一个考虑和贸易说 玉盖上是在一起。 但是,当时会说了咱们的东西都有一些人 当时决定, 里面会议实在一个人身体却还有一点饿来 。 通过会议实在看待在二人身体上的身体 然后你会认为 二人身体上的身体上的身体。 成了一ματα制作了 然后在这些 German詞上 今常有没有想过 你们用一起 mold 你们要找到这些通练 但是第一让他们加上的名字 还有一个 pertama 这种只有可以 依に自願した牟尉 implanted、 イントワ Mills祈り上げている人殿戒で 琥珀は区別自 Zig dadi 到活土に清め去 精神の存在が感じになるという 不思考 exempl split whether人気を思い出されて the sanggiatom perfect, cu���à temanduestos 所以這裏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對於上師要有一個很正確的認識 不然就是一般凡夫我們帶著分別心 就覺得他是跟諸佛菩薩其他不一樣的獨立的某個人的話 那這樣子對他做供養是不會等於說供養諸佛菩薩是一樣並不會的 所以我們要具備正確的觀念是什麼呢 也就是上師他就是三寶佛法森三寶的合一 他也就是一切的本尊一切慎重的合一 我們可以這樣子來想就好像說這個他是所有的諸佛菩薩的功德的聚集 如果可以想像這樣具象一點像是咱巴一樣他把它全部聚合在一起 或者你也可以想說上師他的本質就是諸佛菩薩就是一切的本尊 你也可以這樣子來想總之這個正確的觀念很重要 當你有了知道上師他的本質就是諸佛菩薩的這樣一個合一的本質的時候 你有了這樣的信心有了這樣的靜觀 那麼當你在對上師做供養的時候 他才會等於說像是對諸佛菩薩做供養是一樣的 令人不夠靠近道理 lorsque遞üt就準備了一個打法 你會想像是無君猶祝的的人 你會想像是有什麼樣子的